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导致了女主的血液回流 看着鲜红的血液 女主仿佛断断续续的回忆起了一些恐怖的画面 吓得女主赶紧拽掉了手臂上的针头 接着时间又来到了22天前 拿着一段视频的男主找到了三个同学 视频中的内容是三个同学的把柄 于是男主便以此威胁他们帮助做一件事 画面一转又来到了12天前 四个头戴向日葵面具身穿学生制服的男人来到了学校 并且绑架了学校中一名怀孕的老师 接下来我们就称她为怀孕女吧 向日葵们开始不断地虐待怀孕女 并且还将影像投放到了电视上 而此时正在理事长办公室中开会的老师们 也看到了怀孕女被虐待的一幕 与此同时向日葵提出要求 如果想要保住怀孕女腹中的胎儿 那么办公室中的老师们就必须上交手机 并且完成拼图游戏 至于拼图的碎片 向日葵会控制无线电小车让众人寻找 伴随着怀孕女不断地被向日葵折磨 找到了许多碎片的老师们聚集到了一起 但是他们却发现 韩差理事长手中的一枚碎片 而此时的理事长仿佛在办公室中寻找着什么 接着就被抽屉中的小车迷晕倒地 在他身边还掉落着许多女子的不雅照片 没过一会儿 四名向日葵就将理事长带到了车上 等他们脱下面具才发现 原来是男主和他的三个同学 随后回到家的男主 将另外三人迷晕囚禁了起来 另一边的老师们终于找到了囚禁怀孕女的教室 但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随着他们的开门 向日葵布置下的机关也被触发 最终怀孕女腹中的胎儿还是没能保住 很快四人就被当做了嫌疑人 而其中一名同学的警察父亲也因此被暂时停职 想要得到真相的他便来到了男主的家中 但是男主异常平静的表现却让他毫无收获 接着时间来到了五天前 电视中报道出了理事长和三名同学失踪的新闻 这也就让人们把凶手的矛头对准了他们 为了给父亲证明 理事长的女儿来到了学校中讲述她的善良 就在这时 一旁的教室中传来了声音 正是失踪的两个学生被囚禁在了这里 与此同时 面具男再次出现告诉众人 两名学生的头部已经被绑上了无法拆除的炸弹 一到天黑就会爆炸 而想要解救他们的方法就是完成拼图 至于拼图的碎片已经被放置在了城市中的单车上 随后尽管众人拼尽全力寻找 但是还是没能完成拼图 两名学生也因此死在了众人的面前 画面一转 来到了一天前 男主将出院的女主接回了家中 然后想要把囚禁起来的理事长和警长的儿子作为礼物送给女主 但是这样疯狂的举动却遭到了女主强烈的反感 正当她想要逃跑时 却碰到了前来男主家中调查的警长 原来之前剩余的拼图就在女主的手中 但是她却并没有选择救下两名同学 就这样女主被警长当作了男主的同伙 正当警长想要逮捕两人时 却被突然出现的男主母亲偷袭 不慎滚落下了楼梯 时间回到49日前 理事长单独将女主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中 想要强迫女主与她做不可描述的事情 但是这样的情景让悄悄藏在门外的三名同学拍了下来 女主本以为前来的是救兵 没想到结果让她很失望 三名同学竟然和理事长一样 想要强迫她做不可描述的事情 而作为目击者的怀孕女被理事长威胁 并没有选择报警 事情到这里也就可以联系起来了 大致就是多日前 女主被理事长和三名同学给那个啥 身为目击者的怀孕女没有帮助女主 而是选择默默无闻 就这样想不开的女主便想要跳楼自杀 之后男主得到了三名同学手中的视频证据 便以此威胁合伙报复了与这起事件有关的人 就这样到现在为止 胜于存活的人只有理事长和警长的儿子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醒来的理事长摆脱了束缚 看到面前躺着一名女子再次村心荡漾 于是便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等到完事之后才发现 面前的这个女子竟然就是她的女儿 承受不了这样结果的理事长 因此变得疯疯癫癫 另一边 男主的母亲想要解决警长 但是却不小心被警长反杀 随后逃脱的警长来到学校 却看到男主早已将自己的儿子杀害 气急败坏的他剪断了男主的脚筋和手指 但是却被身后的女主来了致命一击 影片的最后男主抱着警长跳楼身亡 只剩下满身是血的女主在空旷的场地舞动 该片是一部病态的杀人血腥恐怖电影 虽然没有鬼 但是其中的人心还是蛮恐怖的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